Hello 我是Miss Vivian 今天我們要一起來練習 Rudolph the Red-nosed reindeer 那這首曲子呢 它的音不會很難 我來講解一下 它是在D弦還有A弦上面 那它的音階呢 是長這個樣子的 D弦是second pattern second pattern 第二子要靠著D子 A弦也是一模一樣 是second pattern 那我們這一首的曲子 大概就是用這一些音來 拼湊起來的 所以音不會很難 節奏呢也不會很難 它的節奏是處於比較傳統型 一般一眼的那種classic music 的樣子 所以建議還是要照著普拉喔 那我現在來示範一下 正常節奏 正常速度的版本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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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們來慢慢的講解一下它的指法還有功法 首先第一句 第一句 第一句我會用4th finger 第二個音這邊 再來的拉我會用空弦喔 再回去 再來也是用4th finger 只要是從D3 Soul開始到拉都是用4th finger 這邊是4th finger 這邊是4th finger 好 好 這是我們的第一段 嗯 再接下來第二段它是發展步 這邊要注意有兩個上弓 所以你 咪 上弓 再一個上弓 再來就是切分音 短的切分音 接下去最後一段就是跟第一段一模一樣了 最後最後結尾的時候我要來一個雙音 雙音的意思就是兩條弦一起拉 那我們現在 剛剛停在這個 Do這個音對不對 這個Do不要拿起來 直接 咪 在它的旁邊 有沒有 咪在D1 你剛剛停在的是 Low A2的位置 對不對 Do這個位置 那咪你就在低弦上面 第一指D1 但是直接靠在這個 這個第二指的旁邊 所以呢 兩條弦 D A兩條弦一起拉 然後兩個指頭一起按下去 就可以拉出一個 六度的雙音 好那這一首曲子不會很難 希望大家可以練習一下過一個很快樂很歡樂的聖誕節喔 今天就練習到這邊 掰掰